从2010年开始,郭德纲和德云社粉丝们就成立了一个喜欢相声的团体钢丝。 每年的9月份郭德纲都会带领着最有人气的徒弟和大家一起庆祝钢丝集。 可以说这是相声喜爱者们的一大盛会。 郭德纲在相声有些人也说过,很多人喜欢相声这是好事,但是能靠着相声吃饱饭的人真的很少。 能够检验你的一个标准就是,能不能成功进行商演几千甚至几万人的会场体育馆。 你如果能够有观众买票横场,说明你是成功的。 相声德纲社这样的相声团体远不止郭德纲一家,就像是来参加相声。 有些人的人说的一样,为了维持相声馆能够经营下去,已经赔了二百多万。 可能全国大大小小的相声团体真正能够盈利的除了郭德纲的德纲社,还真的是凤毛麟角。 每年德纲社举办的钢丝集,都会租借大型的演出场地,少得几千人多则上万人,几乎每一次都是做得饱满。 今年,郭德纲将钢丝结定在了9月10号,租借了北斩的大剧场,北斩剧场有大概43排,2763个座位。 郭德纲宣布开始卖票,2000多张票瞬间就被抢光了,即使是再卖几千张票也是很轻松的。 郭德纲为了能够让钢丝有更好的体验,宁愿不去挣那些钱。 2000多张票分成了6档,最低的票价180,最高的票价980,我们大概粗略地计算了一下。 即使是全部按照180的价格,德纲社这一次专场演出也能赚50万。 如果我们细致地划分一下,这2763个座位,如果是分成了个层次的话,按照5%,10%,15%,20%,25%,25%,25%简单的分档。 那么票价980元的约13万,780元票价的观众用21万,580元票价的观众用24万,380元票价的观众用21万,280元票价的观众用20万,180元票价的观众用12万。 所有的加起来,大约有110万左右。 如果再扣除一些服装,还有场地等费用的话,可能德约社能拿到100万左右,像是郭德纲,余谦,月云鹏的出场费也不止这些吧。 看来为了演出效果,郭德纲和德约社的钢丝节是真正回馈像是爱好者的。 不过,钢丝节一定会有不少的冠名商,还有网络直播的购买权等等,这样的话应该原不止100万这么少吧。 恰巧今年的钢丝节选定在了9月10号教师节这一天,很网友都调侃郭德纲,能不能把老师的票价给免了? 郭德纲一向很有温度。 郭德纲